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四维空间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直接体验的概念 一直激发着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好奇心 虽然我们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 但四维空间的理论却为我们提供 为一个更加深刻理解宇宙的方式 本文将从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三个不同的 视角来探索四维空间的奥秘 四维空间中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概念是超立方体 也称为Teserath 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需要明白在数学上 四维空间是通过在传统的三维空间由长度 宽度和高度构成中添加一个语则 三个维度都正交的额外维度来构建的 这个额外的维度对我们的直觉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三维世界中 无法直接感知或体验四维 从点到线到立方体 想象一下从一个点开始 如果沿着一个维度移动我们得到一条线 沿着与第一个维度垂直的方向移动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平面图形比如正方形 如果我们在沿着第三个语前 两个维度都正交的方向移动我们得到一个立方体 到达四维空间 现在如果我们能沿着第四个语 前三个维度都正交的方向移动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超立方体 这是很难直观理解的 因为我们无法在三维空间中看到 或构造出一个真正的四维物体 几何属性 在数学上超立方体具有一些独特的几何属性 例如它由八个立方体构成 就像一个立方体由六个正方形构成一样 每个立方体的边界都与另一个立方体共享 投影与表示 在三维空间中 我们只能看到超立方体的某种投影或简化表示 就像将三维物体的阴影投射到二维平面上一样 这些表示通常看起来是扭曲的 因为它们试图在低维空间中捕捉高维对象的性质 理论模型 超立方体主要用作理论模型 帮助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理解和探索更高维度的性质 它们是探索更复杂的几何形状和模式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在理论物理学和某些数学分支中 比如拓扑学和高维几何学 超立方体的概念不仅是数学上的一个奇特构造 它也为理解和探索我们所知 宇宙的更高维度提供了一个窗口 虽然它超出了我们日常的直观理解 但它在数学和物理学的理论 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物理学中特别是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框架下 思维时空是一个将时间视为 与空间同等重要的维度的概念 这种思维视角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 对我们理解宇宙起着关键作用 在经典物理学中空间和时间被视为独立的尸体 空间是由三个维度长度宽度高度构成的 而时间是一个单独的一维的线性的维度 相对论改变了这种观点 将时间融入到空间结构中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四维时空 在这个框架下 一个世界在宇宙中的位置不仅有其空间坐标 在哪里决定还有其时间坐标 什么时候决定 相对论中的关键概念之一是时空的曲率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指出 物质和能量可以扭曲时空 这种扭曲决定了物体在时空中的运动路径 引力不再被视为一种力 而是由物体在曲率时空中的自然运动产生的现象 大质量物体如星体能显著扭曲时空 引导附近的物体如行星 沿特定路径移动 相对论还预言了时间膨胀的现象 即在不同的速度或不同的引力场中 时间的流逝速度是不同的 例如靠近大质量物体的强引力场中 时间相对于远离该质量的地方会更慢 时间膨胀已通过多种实验得到证实 如精确的原子中实验 思维时空的概念对于理解 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至关重要 它帮助科学家理解宇宙如何在大爆炸之后扩张 以及不同天体如何通过引力互相影响 它也是宇宙学中按物质和按能量理论的基础 这些理论试图解释观测到 对宇宙扩张速率和天体运动 在物理学中 思维时空不仅是一个数学模型 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宇宙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空间和引力的理解 这个概念已经成为现代物理学 特别是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的核心部分 从哲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 思维空间是一个挑战我们 日常经验和直觉的复杂概念 它触及了人类认知能力的边界 并引发了对我们理解世界方式的深刻思考 我们的大脑和感知系统 是在三维环境中进化而来的 因此对于思维空间这样的概念 我们很难有直观的感知或理解 思维空间超出了我们日常体验的范围 因此我们很难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它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和物理模型 来描述思维空间 但这种理解是抽象的缺乏直观的感知支持 这种情况体现了我们的认知系统 对于处理超越直接感官经验的信息的局限性 思维空间的概念在哲学上 激发了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探索 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的大脑是否能够完全理解 超出其进化适应范围的概念 这进一步触及到了关于 知识和现实本质的哲学讨论 思维空间挑战了我们 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传统观念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现实是什么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感知和认知 来接近这个现实 认知科学研究如何通过科学 方法来理解人类的思维过程 在认知科学的视角下 思维空间成为了研究 如何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 如何处理复杂概念的有价值案例 这还涉及到思维的可塑性 我们的大脑是否能够通过训练来 理解原本无法直接感知的概念 这是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总的来说 思维空间不仅是 一个数学和物理上的概念 它还是探索人类认知极限 理解知识本质和现实感知的 一个重要窗口 它挑战了我们的直觉和日常经验 促使我们从哲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 来重新审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思维空间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概念 它也是对我们理解世界方式的一种挑战 通过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的视角 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探索和 理解这个复杂但迷人的概念 尽管思维空间超出了我们直接的感知范围 但它依然是解锁宇宙奥秘的关键之一 引领我们向更深层次的知识探索迈进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